昨天对长期遭受中共系统性的国家犯罪 就是活摘器官的法轮功学员 以及维族人、西藏人、异议人士 包括成千上万的失踪孩子的家长们来说 可以说是历史性的一天 美国国会的众议院以全票赞成的方式 通过了一个重磅的法案 叫做法轮功保护法 那么这个法案它究竟有什么样的内容呢 它的通过对中共又意味着什么 对那些参与了活摘器官的官员们 610的成员们 还有警察和一审人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此外还有中共的总理李强 在近日他也突然享受了一把李克强当年的待遇 就是他说的话被全网给封杀了 那么他究竟说了什么让习近平龙颜大怒呢 干净世界和YouTube的朋友们好 欢迎来到眼镜快评 我是唐靖远 昨天傍晚美国的众议院是正式的通过了 法轮功保护法案 这个法案虽然它名为保护法轮功修炼者 但是其实它是针对中共活摘器官的这个罪恶来说 这个法案它保护的对象远远不止于说是法轮功学员 而是要保护所有可能受到中共活摘器官残害的这些人群 那么这个法案它是由宾夕法尼亚的共和党的国会众议员 叫做斯科特·佩里 是由他最先发起的 目前在众议院通过以后呢 他将要提交到联邦的参议院去进行投票 最后就是成交 如果都通过了 就成交到这个拜登总统那去签字生效了 鉴于这个法案在众议院获得了全票通过 所以呢它在参议院获得通过我觉得是不会有什么疑问的 那么这个法案它主要有什么样的内容呢 它主要其实就是做了三件事 第一呢它就是强烈的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 要求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必须要立即的停止 第二呢就是它以证据证实 并且还强烈谴责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这种邪恶的罪行 第三当然就是大家最关注的 它对参与系统性迫害法轮功学员 以及参与活摘器官的责任人进行制裁 那么具体而言 这个法案它究竟可以做到哪些事呢 它主要有以下这么几点 第一点呢就是这个法案 它要求在一年之内 由美国的国务卿 还有美国卫生部长 以及国立卫生研究院的院长这三方 必须要联合提交一份 调查中国器官移植真实情况的报告 这个可是前所未有的一条法律 因为它就意味着中共掩盖了 二十多年的活摘器官的庞大的罪恶的秘密 在不久的未来有可能就要被揭开了 第二呢就是这个法案 它要求从颁布至日起的一百八十天之内 美国总统应当就要向适当的国会委员会 去提交一份外国人的名单 其中呢包括高级政府的官员 军事的领导人和其他的 只要是总统认定说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境内 明知对非自愿摘取器官负有责任 或者是共谋 或者是直接间接参与的人 统统都要列入名单 而且这份名单呢必须是至少五年就要更新一次 因此呢他是可以确保说对相关的责任人 他的追查他的制裁始终是一种现在进行事 用这个中国人手写的一句话叫做永远在路上 第三一点就是这个法案 他还要求国务卿卫生部长和国立卫生研究院的院长 必须要提供在过去十年之中 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器官移植研究 或者说中美实体合作的所有美国资助者的清单 前面呢都是针对中共那边的 这第三项是针对美国这边的 那么这项规定他一旦出来 他就意味着美国所有资助过这个中共器官移植领域的那些机构呢 或者是个人等等都必须要立即的切割 而且要主动向美国政府要去说清楚来龙去脉 你在里面究竟承担了什么样的责任 有没有卷入到这个活摘器官里面去等等 他其实这就等于说像会要向这个美国政府提供出 更多的中共犯罪的证据来 那么接下来就是大家最关注的就是这个法案 他究竟可以针对哪些人去实施什么样的制裁呢 首先呢就是任何对活摘器官的决定 负有直接或者是间接责任的这样的人 就是去做决定的人 还有包括任何直接或者是间接参与了活摘器官的人 无论你是属于拍板决策的高层的官员 或者是军队的某个军官 还是说你是在医院的院长参与做了活摘器官 手术的这些医生啊护士了 包括运送器官或者是供体的那些司机等等 都将成为追查制裁的对象 因为你都参与了 那么这个制裁的方式有哪些呢 它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第一呢就是凡是进入了制裁名单的人 如果说这个责任人呢 他就在美国司法管辖的范围之内 比如说他就在美国 那么他就将面临着最高25万美元的民事罚款 还有100万美元的刑事处罚 还有20年的监禁的处罚 第二呢就是如果说这个责任人 他不在美国司法管辖的地理范围之内 他无法被直接的去逮捕他去起诉他 那么美国总统就可以行使 由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所授予总统的所有的权利 什么意思呢 就是可以在必要的范围之内 冻结和禁止这个人的财产 以及财产权益的所有交易 大家注意这个话 只要这些财产和财产权益 它是位于美国的境内 或者说经过了美国的境内 或者说由美国人所占有 或者是控制等等 全都跑不了 都在制裁范围之内 其实这一条制裁 它的实际的威慑力呢 在我个人看呢 它要远比上面 就是表面上所描述的这点文字要大的很多 什么意思呢 因为这个制裁呢 它不仅针对的是责任人的财产 它其实也针对它的这种商业交易 就是说如果这个责任人呢 他不在美国的境内 他将无法使用美国的金融系统来转账 他也无法与美国的商业机构 进行任何可以盈利的合作 交易等等生意的往来 也就是说呢 由于这个美国大家 就是有个美元霸权的存在 是吧 那美国它就因此而拥有在全球范围之内的 极为广泛的金融和商业的影响力 那么这个就将极大的制约震慑 所有被列入制裁名单的一些机构和个人 会大大的削弱其继续作恶的这种能力和空间 第三大制裁当然就是签证限制了 它就是不允许进入制裁名单的人 获得美国签证 或者说任何可以进入美国的文件 那现有的已有的签证 或者是入境的文件等等 都是立即会被撤销掉的 那么这个法轮功保护法呢 它不仅是提供了如何制裁 中共那些恶徒的途径和方式 其实啊 它同时这个法案本身也披露了很多 让人触目惊心的一些数据和一些信息 比如说第一呢 就是在法案的第二节的第九条 就明确的指出 在2021年的6月14号 当时是联合国的人权专家们 又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 就对说 有关中国针对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 维吾尔族 藏族 穆斯林 还有基督徒在内的人 进行摘取器官的报道 表示极度的震惊 这个说明什么问题 它其实这就是说明 美国在以法律的形式 正式认可了联合国的人权专家们的这个结论 也就是说 活摘器官呢 它早就从最初只是针对法轮功学员 已经扩大到了其他的几大宗教的信仰者 和部分的少数民族的人群 只要对法轮功的这个迫害的魔爪不被斩断 那么就会有更多其他的人会沦为中共暴政的新生品 其实我们都知道已经远远不止了 比如说很多学生 都是平民百姓 他都会被中共一旦向中了按需杀人 他的器官可能都存在着被摘取的可能 那么第二呢 就是这个法案 它是引述了BMC的医学伦理杂志 所发表的在2019年的 中国器官捐赠数据的一个法医的统计分析 结果分析以后 他们得出什么结论呢 得出的是以下这样一个结论 说呀 中国明显的系统性的伪造全国器官捐赠的数据 严重破坏了中国融入国际移植界的真诚努力 大家都知道 可能在前就是上个月才有一条 这个比较引人注目的新闻 就是在今年5月1号 由中共总理李强 他在去年底签署的这个叫做 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 是刚刚就正式的生效事情 从5月1号开始起 那么法轮功保护法 他现在推出这个法案 他的通过就等于是给了中共一记响亮的耳光 他就等于告诉了全世界 中共所有关于这个器官 移植器官来自于捐献的这种说法 全都是谎言 包括李强所签署的这个所谓的条例在内 第三呢 就是这个法案还披露了一组这个数据啊 非常触目惊心的 他就只是引用了其中一年 就是在2019年说美国呢 大约有1.45亿人登记捐赠器官 其中有19257人就是兑现了正式的捐赠了他们的这个器官 然后有发生了多少次的移植呢 有发生了进行39719次的移植 所以说一个人呢 他有可能捐赠的器官不止一样嘛 所以呢就是会多一点这个数字 那么也就是说根据这个数据呢 实际的捐献者和登记捐献者 他的比例有多大呢 比例是大约是0.00013 大概是这个数据 这个比例 而且你查一查就知道说 英国加拿大还有其他的这些发达国家 他的比例跟这个大体上是一致的 但是相比之下 中共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中共呢自己声称说 截止还是在2019年 他们已经拥有90多万名的登记器官的捐献者 而同年捐献器官的人 实际捐献器官的人有多少呢 是5818人 进行了19454次的移植 也就是说实际捐献者和登记捐献者 二者的比例是多少呢 是0.0057 我们如果说考虑到中国的器官捐献计划 只不过是才刚刚起步不久 那么他在2019年产生的这个器官捐献者 就已经超过美国44倍 这可是极其不寻常的现象 大家都知道中国社会那种现实 是吧 真正说真正愿意去捐献器官的人有多少呢 第四一点就是这个法案 它还引述了更为可怕的一个数据 就是英国的独立人民法庭 在2020年3月的时候 他们所做的一个判决的结论 就显示说 中国呢从2000年到2014年 这么14年期间 每年进行的器官移植的手术数量呢 其实是在6万例到9万例之间 这数量可是相当庞大的 但是呢根据中共官方自己的数据说 到2017年那个时候为止 符合条件的注册捐献器官的人数有多少呢 仅仅只有5146人 这个无意就留下了一个巨大的 无法解释的黑洞对吧 因为在2015年之前 中共一直声称说 他们的器官来源是对这种死刑犯的这个器官 但是中共每年啊 这个死刑 处于死刑的人数不超过2000人 每年平均 但是你从哪去冒出来这么多 就是每年在6万到9万例之间的 这样的移植数量呢 那么就说关于中共这个活摘器官的 种种黑幕与海外调查的相关的证据呢 其实我们在过去节目中 已经和大家讲过非常多了 今天呢限于时间 我们就不在这一一的去重复列举了 这个法轮功保护法案呢 它虽然是以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为目的来推出的 但是这个法案我们刚才说 实际上它能够为很多其他并非法轮功学员 但是却同样遭受了中共迫害的人去伸张正义 什么意思呢 我们都知道啊 就是中共它为了迫害法轮功 其实是成立了一个专门的机构叫做610办公室 这个610系统呢 它后来在习近平时期是经历了一些变动的 那么现在在很多的地区和这个宗治办 那叫做就是综合治理办公室的简称 它其实和这个620是二合一的 就是一个机构挂两块牌子 那么我们都知道一个地区的宗治办 它其实基本上就是当地的维稳的大本因 是吧 对各种当地的那些维权人士啦 异议人士啦 或者说任何中共不放心的 列入了黑名单的人士 他是都负有镇压维稳的这个职责 所以呢 对很多这种备受维稳打击的人群来说 只要你能够提供确凿的证据 证明相关的这些官员 他们有参与了系统性的迫害法轮功学员 或者说参与了火灾器官 两种情形 二者拘一都可以 那么这个人就可以根据这个法案 受到美国的调查和制裁 这个在整体上 它去遏制中共肆无忌惮的暴政迫害 无疑是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的 所以对中共来说 我们都知道就是打不垮的法轮功呢 其实就是中共的死穴 而这个活摘器官更是中共死穴之中的死穴 中共多年以来啊 他们这个所谓外交的核心是什么问题啊 就是什么都可以谈 唯独是法轮功这个问题是不能提的 现在我们看到美国是第一次 以法律的形式来确认了 中共迫害法轮功事实 还有摘取法轮功这个血液活摘器官的事实 并且还采取了实际的行动来进行制裁 可以说就是一个巨大的转折 它标志着美国已经不再忌讳 中共最敏感的这个痛点了 但说到中共的敏感点呢 那可实在就是太多了对吧 对在中国大陆生活的朋友来说 现在说你没有被封掉几个号 你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曾经在网络江湖有混过的 都已经是这种状态了 现在就连堂堂的中共总理都是不可避免的 此前李克强大家都知道 因为他和习近平不对付嘛 所以呢他是有过被变相封杀的经历 就是他说的很多话呢 只有那个国务院的官方网站你可以看得到 而其他的各大党媒你都是看不到的 但这一次呢别有意思的是 同样是享受了404这个被删除待遇的呢 是习近平一手提拔起来的新任总理李强 还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昨天呢中共总理李强 他又出席了2024年的夏季达沃斯论坛 并且还发表了这个致辞 他在这个致辞之中就先是声称说 世界经济面临着成长的困境和成长的平静期 然后就开始鼓吹吹嘘说 中国经济是在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 在加速发展新制生产力 在培育壮大新动能等等 完全这套说辞吧 就是完全遵循这个习近平所说那个东升西降 意思是全世界这个都已经不行了 到了瓶颈了 只有我们这边风景读好就这个调子 但是谁都没有想到呢 后来在他讲完话 在问答互动的环节的时候呢 李强就说漏嘴了 就出了纰漏 什么纰漏呢 就是在他的演讲结束以后呢 达沃斯论坛的主席叫做施瓦布的 就向李强去提了一个问题 就说呀 中国将如何来平衡短期的刺激需求 以及向债务高企 人口老化 消费不准等等 长期挑战的问题 然后这个李强呢 他就用中医的那个叫做固本培育员的概念 来形容说当前经济的对策 他就说呀 经过疫情几年的冲击 这个经济就像一个人大病出狱 按照中医的理论 这个时候是不能够下猛药的 应该要精准调理 要慢慢调理 使他的基础驻步的恢复 就是这么一番话 谁都没想到 就说短短的几句话就戳了习近平的废管子 结果呢就是中共所有的媒体在报道的时候 现在都只保留了李强那个固本培育员 这样一个说法 但是现在全网都把不能下猛药这句话 404删掉了 就像当年李克强说 这个6亿人收入不足1000元 那句话也被单独的全网封杀 是一样的 那肯定就带来一个问题 为什么不能下猛药这句话 就让习近平不爽了呢 其实原因说起来也很简单 我觉得这个就等于说是当众 而且是当着全世界各国来宾的面 来扫了习近平的面子 首先呢 李强这番话 他一上来就等于说 和习近平所要的那个叫做经济光明论 应当是唱了一点反调的什么 大家听听他什么说 顾本培育员啦 不宜下猛药 什么大病出狱啊 需要什么精细条理等等 所有这些表述呢 他都无不再告诉人们 其实中国的经济已经是奄奄一息的状态了 经不起任何大的折腾了 他其实就这意思 这个当然要在习近平看起来 就是板上钉钉的 你这是畅想经济黑暗论对吧 哪是光明论呢 你等于是无形中 把习近平那个现在形势 一片大好而非小好的底牌 那个接出来了 烟得不让习近平 路从心头起呢 其次呢 这个李强他说 不能够下猛药啊 但是我们看到 现在实际的情况是什么 就是习近平当前出台的 所有经济刺激措施 几乎没有一条 不是在下猛药 什么国债收到了50年后 税收要倒查30年前 什么大量的补贴在海外 疯狂的倾销 惹入了欧美 什么要刺激房地产 大规模的投资基建等等 全都是虎狼之药 恨不得就是一夜之间 把已经迫向摔在地上的飞机 重新就拉上跑道 立即就起飞冲天 就是这么一种想法 所以呢 李强的这句不能下猛药 他就等于公开宣布说 习近平其实你做错了 这个经济起不来的责任 全在于下猛药的 这个决策人的头上 就这个意思 他焉得不让习近平 恶向胆边生呢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李强的这番话 他还无意中释放了一个 原本可能是属于机密的信息 就是他告诉了所有人 当局呢 可能不会再有什么 有力度的挽救经济的措施了 也就是说 此前各种的猛药 虽然这个药不对症 但是最起码吧 他还能够给民众制造出来一点 你看是有所作为的虚幻的印象 但现在呢 李强他说我们不能下猛药了 只能慢慢调理 什么意思啊 基本就等于告诉你 国务院啊 其实已经躺平了 我们已经没啥招了 剩下的就是精细调理 慢慢恢复 说白了就是小打小闹 如此而已了 那么我们都知道呢 说现代人我们就是用这个生病 来打个比方说 现代人呢 看病要生了大病 肯定都是先去大的这些西医院 三家医院等等 那治了半天 治来治去 如果最后给你治病这个主治医生 这个名家或者说教授 他最后告诉你说 你还是回家去看看中医吧 大家想想他什么意思啊 他就等于是告诉你说 你这病其实没治了 你不妨就去看看中医死马当活马医吧 他就这个意思 说白了说就是用中医调理调理 你就等着回家去安乐死吧 其实当然这个病不是说 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埋太中医啊 说这个中医不行 真正的中医其实是很厉害的 只不过现在的中医是被中共给搞坏了的 但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我们在这就不去进行延伸了 我只是说呢 就是李强这番话 其实他透露出来的信息量是很大的 因为他就等于公开告诉了所有人 中国的经济其实已经没救了 基本上就是等着安乐死了 而且中央也已经没啥招数了 这个他其实就印证了 这个税收要倒查30年的这场风暴 什么意思呢 谁都知道这个税收倒查30年 它是相当于节责而渝 相当于是饮症止渴对吧 但是中共里面他依然还是在这么做呢 他为啥呢 就是因为中共他们自己也知道他们已经没有任何选择 所以他只能够放任地方政府里面自己去干吧 你们去乱来吧 哪怕是饮症止渴 也是能拖得一克就算一克了 就是这么一回事了 好的 下面我们回应大家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呢 稍微有一点尝试 这位朋友呢 他这个留言 我觉得他其实说的蛮重肯 他这么说的 他说中国大陆的创作环境 现在是相当局限的 拍什么都有可能被政治不正确 只有拍抗日神剧和国共谍战不会出错 所以就连连拍天天放 就连上海这样最西化 对日本最友好的城市都在天天放抗日 国共内战的聚集 有政治任务不防不行 放着放着事态就升级了呗 这种情况倒也不是广电总局的问题 我觉得中宣部要负责 常年维持过量的意识形态灌输的结果 但中宣部上头又是谁 大家也明白 所以呢 他就说总觉得中共现在就是 想是个人手和躯干快要分离的怪物 迫于压力 政府高层要转向对外表现亲善 下属部门和社会又因为受到长期意识形态宣传的影响 无法及时的转向 感觉很淋巴 就脖子各身体互相反着转 想要像像要被扯断了一样 现在对事态是这样 之前防疫的转变也是这样 稍微一点长的 我还是给大家都把它分享出来 我觉得这位朋友其实说的观察蛮重肯 而且是还蛮准确的 的确是这样 就是整个中共现在所走的这种政策 你会发现他的上面的政策和下面的政策 是经常是领着的 就像他说的 是反着转的 头脑往左边转 身体是往那边转的 就你身手分离 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讲 中共你会发现经常他的短期的政策 和他长期的一些政策 他是同样也是尖锐的矛盾的 刚才我们还在说这个李强这个话题是吧 这个达沃斯论坛的主席给李强提了一个问题 说你们短期这么刺激这个经济和你们长期面临这个问题 其实他也看出来就是这是矛盾的 所以他才特别提这个问题说那你们怎么来解决这个矛盾 结果李强就来这么一番就是犯了这个习近平忌讳的这么一番讲话 就说这个意思 所以就说中共他的这个很多的政策 他为什么老是会出现这种矛盾化 互相之间是扯皮的 其实这个背后是跟中共自己的形式的逻辑 我觉得是有密切关系的 什么意思呢 我们以前一直跟大家说过 说中共其实是一个非常 因为他的意识形态的关系 中共是一个非常极端的这样的一种组织 他的形式做法非常的极端 所以你看他那个写的文章啊 这个党媒出来发表评论那些说话都非常的极端 他就不懂得这个道理就是会物极必反 所以经常就会出现 他当他走到极端的时候 其实物极必反产生出来是一个相反的结果 会就迫使他不得不 马上他又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去 他为了纠正他此前的这种这个出现的问题 他往往是从一个极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 但是你上头转换政策当然来得很快了 是吧 就像习近平上次那个 昨天都还在说这个清零封尘要长期坚持下去 是吧 结果一夜之后马上就全面放开 你上面是转得很快 这个钟摆可以摆得很快 但是下面这些人他们是根本来不及的 所以他就会 而且下面这些人他们多经历过这种几次以后 大家都已经有经验了都知道 你这次你从走到这个极端 大家跟着你这么走了 如果说你马上又转回去 大家如果跟着你马上又转过来 可能要犯政治错误的 因为你很有可能下巴你以后要转过去 所以大家就变成会这样 我还是就是为了稳妥起见 我还是尽量就不动为好 是吧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位朋友说的 就感觉说是中共为什么老是这种 伸手分离这样一种状态 它的政策 其实在这背后 它是跟中共的意识形态密切相关的 所以这种做法 我还是那句老话 你会发现你要真的深挖下去 它是跟中共的意识形态 和中共这种运 它的权力运作的机制所造成的 它不是个人问题 不是说你换了一个人 换了一个领导人 或者换了一个某某某 可能他就没有这种现象了 他就变好了 不会 你换了谁都是一样 所以中共这几十年 中共从建政到现在已经70多年了 你会看见他每一次重大的危机 都是这样的相同的表现 他为啥老是开历史倒车 老是在相同的错误 犯了一次又一次 不断的循环周而复始 为什么出现这种特点 其实就是这个原因背后 好的 我们今天和大家就分享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和收听 我们下次再见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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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